又有山友因为装备不足 登山到一半紧急求援 这是一名张姓山友 7号上午独自攀爬台中和平古关 青雄之一的乌我伟山 没有想到走错路急忙向消防局求援 那么搜救队员接触到山友之后 真的是超傻眼 因为这名山友竟然只穿短袖短裤 假脚脱就来爬山 甚至连粮食跟矿泉水也没有带 我们到山脚点 4名搜救队员摸黑登上台中 骨关七雄之一的乌我伟山 因为一名山友迷途找不到路 下次可以接着队了 搜救队员7号下午上山 晚间6月多找到人 不过接触到山友时 让搜救队员超傻眼 因为56岁的张姓山友 竟然只穿短袖短裤假脚脱 就来爬山 巴人身体状况良好 无受伤情形 给予保暖心理自治后 协助护送下山 并于晚上8点10分抵达登山口 幸好张姓山友人平安没有受伤 虽然只穿假脚托一样健步如飞 更让搜救队员杀眼的事 除了穿着太轻便 竟然连干粮矿泉水也没带 总长度有达到16公里 而且它的落差有1300公尺以上 那加上这条路线 很多路段都是悬崖跟峭壁 只要一个不小心的话 就有可能会掉到悬崖里面 所以是非常的危险 基本的装备一定要有中大型的背包 那一定要穿登山鞋或者是雨鞋 怎么什么东西都没带 张姓山友向搜救队员表示 之前常来爬山 将登山前有喝饮料吃香蕉 原本预计单日来回 没想要过了三角点走错路迷航 才会赶紧求援 张姓山友第五股关七雄的结果 肯定让他毕生难忘 健身上红杰明 太中参谋到